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洛陽街的龍城川味牛肉麵 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那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那各位都知道洛陽街上就是有很多牛肉麵店 那以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我已經走了好幾家店 上次有拍過那個小無牛肉麵也不錯 感覺這附近的牛肉麵的味道都很像 昨天去三重之前才看到這家店 今天就來吃了 哈哈 原本我是要去別間店 但是他沒有開 所以就來這裡 那價錢上呢 價錢上的話算是平時的價錢 那我要一碗那個牛雜麵中的這邊吃 謝謝 謝謝 牛雜可以了嗎 還是 可以 還是牛肉比較好吃的 蛤牛肉比較好吃 好那就牛肉麵中的 要粗段細的 欸細的好了 好那這家店在Google評論上有四分以上 所以我想應該是值得吃 感覺這附近的牛肉麵的味道都蠻像的 欸 這個是之前吃牛肉街 牛肉街嗎 對啊 對 互相取就對了 對 在家裡那邊吃鹹台北市 那個牛肉街很主題 那個 欸 那的話是釣護啦 就很厲害 這邊的 好這樣 對 那你吃鹹塊 20街啊 20街啊 欸 牛肉麵街啦 對 ok 好 好那就值得期待了 好 便宜又大碗 喔 大碗 阿 沒有 我說這邊牛麵便宜又大 大碗 阿 我沒辦法 那個我真的沒辦法 就完就很大碗 欸 以前我 國中的時候那樣子我可以啦 現在我沒有辦法 搞不好那個我都吃不完 那個就完了 欸 搞不好都吃不完 哈哈哈 那吃小碗就好了 欸已經點來的幾個嗎 來不及吧 我拉那邊拉一點起來就好了 啊對不起喔 那那最少了 不好意思 小碗就好了 欸好 對不起喔 謝謝 妹妹要硬一點 那要有一點 呃 硬一點好了 大姐你是越南的朋友嗎 是 我越南玩 那很好 欸 越南有很多美食啊 我有吃過那個鴨仔蛋 欸 那是 台灣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欸 我有吃過鴨仔蛋 欸 鴨仔蛋 台灣的有沒有 小小的 鴨子小小的 你們那邊的毛都長出來了 而且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欸 台灣會怕 欸 像我為了吃什麼都不怕 欸 欸 上次青蛙湯都吃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那店門口有一隻貓咪好可愛喔 嗯 幾歲 好可愛 好可愛 喵 喵 有沒有名字啊 有 妞妞喔 妞妞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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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眼睛 好可愛的毛 顏色好漂亮 嗯 啊真的好可愛耶 眼睛也很漂亮 毛色也很漂亮 像那個陽光的顏色 是女生嗎 男生喔 她是小時候 然後來講 她那個 她就是 女生 然後她就是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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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妞妞 嗨 她是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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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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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喜歡我 不認識喔 好傷心啊 哈哈哈哈 好沒關係 因為我們不是動物頻道 所以還是拍牛肉麵 好以後做專門做動物頻道的時候 再拍動物 哈哈哈哈 好這樣只是小碗喔 果惟驚人耶 你是台北人嗎 我是台中人啊 還蠻香的啊 好 偷拍一下這個湯裡還有一個滷包 好再拍一下好可愛啊 你怎麼那麼可愛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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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今天就是有帶這個動物的題材 因為他真的好可愛 哎呀呀呀好可愛喔 喔喔喔喔喔 壓壓 喔真的好可愛 顏色真的好漂亮 漂亮 那牆壁上就寫著這邊牛肉是澳洲的 然後每個月第二第四個禮拜三休息 反正就寄禮拜三休息好了 好桌上有這個酸菜也有牛油 還有辣油 老闆娘說很辣 好那這個牛肉麵就好了 相信嗎這樣只是小碗啊 好現在吃吃看 嗯不錯 湯頭就是有那個應該算是牛骨跟那個藥材 跟藥材 有那個中藥材燉的味道 那還有醬油吧 沒有醬油 豆瓣醬 豆瓣醬 沒有豆瓣醬 沒有豆瓣醬 沒有我們這就是黑糖雞強的 喔喔喔 炒醬色 他們那邊有那個 豆瓣醬醬 那個 豆瓣醬 那個 豆瓣醬 比較清爽 然後帶著一點甘甜味 然後帶著一點甘甜味 好 算這樣小碗的就是牛肉也蠻多的 賺到了 啊喔 朋友啊 看一下喔 啊 這樣一完應該才90塊 賺到了啦 這樣才90而已啦 朋友啊 夠便宜啦 便宜到不行 好這個是澳洲牛肉 感覺是牛腱肉 欸 不錯啦 以90塊來說,這樣算是燒個洞啊 加上這個老闆娘很親切,雖然裡面是有電風扇可以吹 但是就像是這個 中午有開冷氣了 你想吹冷氣就中午來 蓋加的都加一加 還有那個牛油 我給它加下去 我剝一下 終於抖下來了 有酸菜有辣椒有牛油 相信這個加下去之後一定會變得很美味 剛剛算是清爽型的牛肉麵 看看現在變怎麼樣 一定會變得很濃郁吧我想 有那種老冰牛肉麵的感覺了 好,好吃 建議一定要加牛油跟這個辣椒醬 那加下去之後味道變得更好 好,以像這樣味道來講 我覺得90塊這樣很佛心啊 我覺得分數是95分 不錯 然後還有很可愛的電貓 算是比較清爽的牛肉麵 但是加下去之後就變得比較重口味 加這些配料之後 好,那我之前吃到的牛肉麵 都是動輒100多 200甚至快到300 那這個是很平時的價錢 誰都吃得行 嗯 好,記得從小碗下手啊 中碗的話就也還分量蠻驚人的 哈哈 喔對,剛剛老闆娘講說 湯不夠還可以再加 所以你可以 麵吃完 就再續湯 續到喝 喝到飽為止 喝到飽喝到兔這樣 好,沒關係 我先吃麵好了 謝謝你 好,那老闆娘很熱情啊 這個熱情程度100分 朋友啊 酪梁一條街 這個牛肉麵一條街 你就可以選你愛吃的店家 當然親切也是會更加分啦 嗯,好吃 嗯 好,我是以他現在這個價格來做說明啊 如果說他 呃,當然要跟兩三百的PK 他是批不贏啊 但是 以現在這個價格來講 也算是很難得了 OK 好,自己來吃吃看 就明白這個 各種的滋味跟道理啊 嗯 不然你想想看 如果你當老闆的話 要90塊賣這個麵 然後要賺錢 還要讓客人覺得說好吃 蠻難的啦 說實話 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 而且你還要獲利 還要撐住 也不能做慈善事業 不然你就倒了這樣 我說這樣應該算是很有道理吧 應該不會不合理 所以好不好吃這個心中自己有一把尺 你自己決定就好 但是店家努力是不能夠被埋沒的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好,像我這樣每天很努力的拍影片 你也不能埋面我的功勞 是不是 這樣你們坐在家裡 就可以在手機上看到這個 很精彩的影片 我也是很拼啊 是不是啊 也是值得一點鼓勵吧 也不要一直給我按倒贊嘛 是不是這樣 哈哈哈 好,謝謝喔 好,那免費續湯 喝到飽 喝到撐 喝到肚 不,那個應該再喝半碗就好 喝到飽 好,謝謝 可以,謝謝 好,謝謝 朋友啊 超佛心的 牛湯可以蓄 像有的地方的湯是蓄的 都還要再加錢 嗯 湯頭很 很清爽 用料我覺得還算蠻實在的 以這個價錢來講算是真的很難得 又很佛心啊 個人覺得 好,你看看這個沖多漂亮 好的 最後是這一間店的字面台 寫著龍城牛麵 個人覺得不錯啊 可以來吃吃看 蠻棒的 好,那各位我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c大叔 那緊接著就來到永和的挖草複荷青石 那這個是他們的招牌 好,那最近我蠻常來這的 各位也知道 然後這位就是老闆 一個這個 壯漢哥 然後對這個食材 跟這個 所有的一些都有所堅持 好 預計啦 未來不久的未來二樓會開放 好,講過了 那食材什麼都養在外面 那個拔就現拔現煮 所以一定是超美味 好,那營業時間在這邊自己注意一下 好,那店內的環境拍一下 整個都很假掰 阿不,那個整個都是很美麗啦 好,剛剛那個牛肉麵店的話是這個 非常的不一樣 這個 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這個餐點貴是有它的道理在 好,剛剛在牛肉麵店有拍到真的貓 因為這個老闆他的身體有點過敏 所以不能用真的貓 所以就是用假貓代替 好,這貓看門口的 好,那整個煙霧瀰漫 這個好像這個機器對身體不錯這樣 沒有,這個是消毒 好,消毒啦 對,這個年頭一定要消毒 因為太恐怖了 什麼心情費點什麼蛙哥的 太可怕了 好,老闆你好 好,老闆你好 嘿,雷歐 那個聽說最近有改菜單是嗎 最近有就是把一些原本的DG來變單加到菜單裡面去了 對對對 然後就是目前還在 陸續續還在更改單 是 然後 大哥你今天想要吃什麼呢 我今天其實是有點想要吃那個很神秘的那個煮炭吐司 你要想吃煮炭吐司 煮炭吐司 我們現在煮炭吐司 有辣葡魯雞牛蛋 然後那個辣葡魯就是用葡魯醬做的那個 就是摩媽自己特調還蠻特別的 它只有帶 配上那個生菜抓走的會帶一點點辣 會辣喔 它不是很辣 可是那味道真的還蠻特性的 喔是 很多人喜歡吃 好,那我就想點那個 有辣葡魯嗎 是 好啊,那那個 你們家想要喝什麼呢 呃,冰美式謝謝 冰美式啊 好啊,謝謝 不用 好啊 那大概也要做一下 好,那另外粉絲有的很care說就是這個 前下你們店能夠客製化素食的料理嗎 之後的話我們一直在慢慢規劃出有素食的料理 可是因為我們店的話沒有辦法做全素 最多就做過邊素 像奶蛋素之類的 過邊素奶蛋素 好,謝謝 我們出一些素食料 本身我們菜本身就有一些素食的 就是奶蛋素的 因為我們有那個 咕咕系列 就是像例如像是那個 香蒜野菇啊 那些也是素食可以吃的 然後如果額外 像辣葡萄菇的 那個我不要 因為是醬絲跟龍蠣分開的 那如果就是說 我把那個 雞拿料 把菜放多一點 他也本身就是龍蠣 因為醬料都是我們自己出的 所以我們知道你沒有方式 是 好,謝謝 好,那粉絲如果說 對素食有興趣可以來詢問 謝謝 謝謝 那這櫃台這邊就是很多精緻小物 很可愛 那另外講說我會回音啊 因為這裡面放的是很熱門的音樂 所以就一定要回音啊 好,那菜單就拍一下 然後記得用餐時間90分鐘 然後有低消 然後 用餐時間90分鐘這個要注意啦 這個 老闆講說這個 假日的時候 麻煩各位配合 做太久老闆沒有辦法做生意 拜託各位 好,老闆有附加講說 不忙沒關係 但是忙的話麻煩請配合一下店內的規定 好,那這邊是DGI便當的菜單 看一下 不是DIG啊 也不是DIQ啊 哈哈 是D卡路里的意思 看一下 小小D角落 好,所以這樣 這個 這個 裝潢跟這個 親切度值得 好,朋友啊 這一個很神秘的竹炭吐司就好了 現在就吃吃看 然後剛剛這個偷看一下 他這個雞肉都是 現點現煎 所以這個一定是美味有保證 不好吃就找老闆娘 不要找我 哈哈 好,現在吃吃看 我剛剛那是開玩笑的 好,裡面就有生菜雞肉 還有半熟蛋 你看 現在吃看 甜鹹甜鹹的味道 然後微微的辣 然後還有那個 豆腐乳的味道 一點點 很美味 醬是自己打的 不錯 蠻好吃的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蛋 還有一點點半熟的感覺喔 不錯 嫩嫩的 好吃 就像自己媽媽做的感覺一樣 好吃 嗯 然後這個吐司又很特別 好,上次跟老闆聊到 他說這個吐司的成本蠻高的 好吃 專門請人家做的喔 好吃 好,那剩下半份 然後覺得蠻好吃的喔 真的是一份錢一份貨 這個很美味 然後老闆娘剛剛有講到說 他開發這個沾醬 就算是沾羊肉也很美味 那就期待 老闆娘開發羊肉料理 生活怕怕的喔 好,這個是雞肉的 讚 好,營養滿點 好,相信這個吐司是很多女生的最愛 我看這邊很多女性的客戶都喜歡點這一道 好,好吃 算是一個親食感覺的料理 好吃 好,再來是這個 阿爾比卡有機認證咖啡豆 蠻饒舌的 你看這個咖 這個咖壁的杯子 多漂亮 跟剛剛那個 我剛剛前一家吃起來那個餐具 就差一點大 所以 一分錢一分貨喔 OK 好,所以這個牛肉麵吃完之後 你還有一點時間的話 就可以坐捷運到永和來 然後到這家店再吃個這個早餐 可以完全摸放我的行程 這樣你會覺得這個 整個新 新生靈都 都提升了一些這個快樂的感覺阿 牛肉麵先吃到一個飽足感 然後在這家店就 就是感受到一個快樂而輕鬆 而很享受的氣氛 OK OK 嗯,好喝 我還沒吃完 哈哈 嗯 在這樣的早餐店就可以很悠閒的吃早餐 然後 呃 老闆跟老闆娘都很親切阿 好,那土司我覺得是95分 咖啡也是95分 然後老闆跟老闆娘的親切度是100分 然後場地的這個 舒適感也是100分 嗯 好 個人很喜歡這家店阿 所以這近期來來的滿多次的阿 就蠻推薦這個 喜歡 吃早餐 有一點休閒感受的朋友可以來這邊吃阿 當然我拍過很多店阿 有高檔的 有這個便宜的 各式各樣類型的都有 就 自己去選你自己喜歡的店的類型消費 或者是個別分開吃也可以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